我正在日本参观旅游 今天早上起来 打开手机一看朋友圈 满屏都是昨天金庸老先生去世的消息 经文噩耗 我也是表示很震惊 也表示一下哀悼 金庸老先生的作品 我从初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读 那会儿都是禁书 就不让看 老师发现了要没收 但是越是这样 越如鸡似渴地读 等于呢 就是打开了一扇 就可以这么讲 它是我们小时候接触古典文学的一扇门 原来古代世界是这样的 有人说它那个写的也不对 都是虚构的 都是瞎编烂造的 没有这回事 说为什么它这么吸引人 我觉得这可能就跟我们看 欧美的大片 你比如说像拯救大兵瑞恩 阿甘正传 珍珠港 可能就跟看这个的感觉一样 就是说好的会讲故事 会写历史的人 他一定人物是虚构的 而这个事件都是真的 你可以通过这个虚构的人物了解这段真实的历史 是吧 因为没有人会相信这个蒙哥大汗是被杨过拿石头砸死的 没有人相信敖拜是韦小宝除的 也没有人相信中俄弥补条约是韦小宝签的 但是你通过这件事你知道了蒙哥之死 你知道了除敖拜 你知道了这个中俄弥补条约 所以这种写法就是非常高明的 比那个什么戏说乾隆 什么宰相刘罗锅 这些人是真的 然后瞎编烂造一堆事 包括现在的清风剧 这个事儿人都是真的 事儿全是胡编的 而且还编的这么low 那比这个水平就不知道高到哪里 比这个水平就不知道高到哪去了 是吧 所以这个金庸大师去世啊 真的是神州又见大行臣 是吧 他的这个武侠作品应该说在中国的文学史上 是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的